专属完美SIMSO系列 买指定手机送完美印象豪里 好 各位观众 在今天早上的10点42分 对不对 37秒0 人在哪里 王老师预言当然是被戳破了 国科会说这是无知 才会呈现什么17级的 14级的大地震 那么王老师瞬间 好像变成是王骗子 不过我们感觉到 社会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定感 其实这些人都是少数 可是就是因为你看到 日本的一个地震 因为今天是刚好戒满两个月 今天5月11号 日本的核灾也让我们看到 那台湾怎么办呢 其实过去我们也知道说 有1995润8月 同样这种恐慌当中也在蔓延 输也是大卖 没有办法去防止 可是我们核灾在台湾 看到日本这样的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更积极作为 我请教师林向凯教授 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告诉我们 台湾外海发生8 这个地震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可是我觉得 这两个月时间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马政府积极做了什么 对你看马英九 他第一个对这个日本 日本震灾的反应 他是说他对核电厂挂保证 然后核电是必选 但是核电即使你认为是必选 我们还有其他的核选的样子 然后你对核电电厂完全不做检验 你看日本 日本现在认为说 金刚线那边200公里以外 可能发生震灾会影响到东京 所以他要那边所有的核电厂要停 冰缸核电厂关了 他关了他有限电的危机 没有台湾没有限电的危机 因为日本关西跟关东的电厂的频率是不一样 是两个不能互通的 台湾全岛就是一个台湾电力公司 台湾电力公司现在倍载容量高达28% 请问少了核电 核电现在停机检查 让大家安心 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台湾核电的管理到底 你想想看日本都出问题了 马英九 他用他的天天口头挂保证 就跟他拿一个拳头一样 事实上台湾人民是没有信心的 好 田舅君委員这边还有资料 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